Hello大家好 有朋友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希望我去拍一拍 Rish Carlton 这个酒店的确是我们Oranji County 最漂亮的酒店之一 所以我今天应景 因为去海边嘛 我穿了一个这种连体裤 然后一个这个帽子 有很多朋友问我 衣服和帽子是在哪里买的 这个帽子是我在夏威夷旅行的时候 在街边的小店买的 这套衣服也是 但是呢我很多衣服其实是 海淘过来的 因为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嘛 所以呢 买的衣服呢就是 我也不会买什么大的品牌 大部分衣服都是 美国一些普通的小牌子 或者很大部分的都是从 淘宝买过来的 鞋子和包包偶尔买一些大品牌之外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那个衣服 那个更新换的也快 款式过时也快 所以呢我不会买太贵的衣服通常 看完海边路上 严重晒车 随着在这里跟大家聊几句 到了利斯卡尔顿酒店 其实这里是我们以前经常聚会的地方 有时候约几个女朋友在这里 喝下午茶聊天 拍照 因为海景确实非常漂亮 酒店旁边也有个很漂亮的海滩 非常适合野餐 过去我们多次和不同的朋友们 在这里野餐聚会 这些照片是疫情发生之前 和朋友们在这个酒店旁边的海滩上 聚会的场面 一块一年多过去了 疫情期间大家都关在家里 是时候大家该约起来再聚一聚了 酒店大唐入口的鲜花通常都很漂亮 我老公点了这个鸡肉沙拉 我点了一份三文鱼 其实他们家的东西不是很好吃 我不是很推荐 但是这个景观确实漂亮 就是跟朋友喝个下午茶 女朋友想哪个地方聊天 这个是个很好的选择 以前的时候他们家有芝士球 有个餐前点芝士球特别好吃 是不是疫情期间他们停了 现在没有 今天没有给我们上 我老公最近一个星期接电话的频率特别高 我们的好朋友 麻吉最近向他哭诉 他自己的亲生女儿把他告上了法庭 他感觉很羞愧 自己亲自照顾了几十年的女儿竟然这样 太伤她的心了 太伤她的心了 麻吉是我老公的同事兼好朋友 Paul的妻子 去年Paul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留下了老婆和两个已经成人的女儿 其中大女儿 Lora是麻吉带着嫁过来的 小女儿是这对夫妇亲生的 麻吉怀上了大女儿Lora的时候 麻吉的前夫坚决不肯要孩子 逼着麻吉去打掉孩子 所以生下孩子没多久 他们就离婚了 在大女儿三岁的时候 麻吉带着女儿改嫁给了我老公的好朋友 Paul Paul一直来老婆带过来的女儿 Lora当亲生的一样对待 当Lora十岁左右的时候 她的亲生父亲和Delta的 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达拉斯的时候 出了机货 整个航班坠机了 整个飞机上的人无一生还 继父Paul的哥哥是一个律师 Paul和他的律师哥哥 同Delta航空公司打官司 费尽了心血 帮妓女Lora争取到了一大笔赔偿金 除了一次性赔偿的一大笔赔偿金之外 然后每三年再付一次生活费 金额逐步增长直到她女儿去世 在大女儿Lora的成长期间 她的继父真的对待她就和自己的亲生女儿 Pola一模一样的 再加上Lora十多岁的时候被一种蚊子咬了 得过一种脑炎 后面虽然好了 正常上网了高中 但是她的父母总觉得她的智商不够 我们看着她就跟正常人一样的 没觉得她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但是父母总是吵醒很多 总是怕孩子吃亏 所以他们夫妻俩一直帮大女儿打理这财产 三十几年来 他们帮女儿投资了稳定的股票 买了指数基金 买了两套房产 一套在Huntington Beach 还有一套在Corona Lora成年后也结婚了 搬出了父母的家 住到了Corona的家里 但是没过几年 她又离婚了 她从小喜欢养马 骑马 那就是为什么父母给她在地大的Corona 买了大院子带马房的大宅子 Lora养马最多的时候 曾经养了18匹马 就是现在她也还保留着10匹左右的马 仅仅养马的费用就是一个月 3000到5000美元 Lora今年40多岁了 她一辈子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天 自从高中毕业以后就在家呆着 养马 骑马 没有赚过一分钱 她的亲生父亲飞机失事后 拿到的手笔赔赏金 加上每三年一次的大笔生活费 她的亲父这30多年帮她打理下来 前生前不停的投资 变成了一笔巨额的财产 令她可以一辈子不愁吃喝的过着富裕的日子 同时她的继父 Paul的家主是犹太生意人 Paul的父亲曾经拥有一家航空公司叫做 North American Airlines 当然现在这家公司早已经不存在了 同时Paul的父亲还代理出售一家公司的飞机 出售当年的型号DC4DC6 现在这些飞机都已经淘汰了 继父Paul也继承了父母的大笔遗产 Paul当年做了飞行员去FedEx上班 纯粹是玩票的形式 他是爱好飞行 是好玩 不是像我老公那样是为了谋生 是为了生计 去挣一份工资 所以他们的家境非常优厚 Paul和他的老婆 很早以前就立下了遗嘱 遗嘱上说让两个女儿平分财产 Paul立下这个遗嘱的原因是 第一 他是真心的 把妓女Laura几十年都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其二 Paul表面上很大男人 内心是怯妈姐的 她还是很听妈姐的话的 主要是妈姐想把财产平均分配给两个女儿 她也不想违背妻子的意愿 这份遗嘱立下后引起了 Paul的亲生女儿 Paola的不满 Paola无数次的向爸爸倾诉 第一 我才是这个家族的真正继承人 Laura凭什么要和我平分财产 其二 Laura已经获得了自己亲生父亲去世后留下的巨额赔赏费 她现在已经非常富裕了 她自己的财产加起来就有好几百万 而我什么都没有 这样也太不公平了 Paul安慰着亲生女儿说 等你妈妈去世后 我会修改遗嘱的 到时候你拿百分之七十 Laura拿百分之三十 因为麻吉的健康状态一直不太好 麻吉得过咽喉癌 而且一直有着红斑囊疮 一种慢性自身免疫力疾病 她以为老婆会先她而去的 谁知道去年有一天 Paul突然晕倒在地上 妻子麻吉马上打了911 15分钟后 911到了现场进行的急救 但是因为15分钟脑缺氧 她的脑部受伤了 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在医院抢救了两个多月 在治疗期间 麻吉需要用大笔的钱 他们自己的钱 需要夫妻俩的共同签名 当时Paul昏迷了 需要医生的证明等一些程序 麻吉就临时用了大女儿 挪扰了钱去付那些费用 同时也告诉了女儿 以后会还给你的 Paul在医院治疗了几个月 没有苏醒 回家后请了护工照顾了几个月 最终还是去世了 最近大女儿在男朋友的怂恿下 把母亲告上了法庭 起诉母亲三件事 其一 移除母亲管理她的trust 其二 撞告她母亲 偷了她20万 用于治疗继父的疾病 实际上麻吉借了12万2千 而且麻吉和女儿商量 可以还给她16万 多还3万多块 女儿说不 一定要还她20万 撞告其三 要求母亲提供过去 三十几年管理她 钱财的所有记录 如果记录不称倔 就要告她母亲 偷盗她的钱财 哈哈 今天啰嗦了这么多 还没有说完 这种事情肯定是很脑套 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人身上 相信中国也有不少 这样的类似的事情 等有机会 我再聊聊这件事情的结果吧 谢谢大家